因北京防疫要求 在品堂时 请您扫码打包 等了好久的五一假期商机 没了 北京的餐厅 有的用椅子挡在门口 留的干脆拉上封锁线 5月4号之前 只能靠外卖 店里现在是完全不能进去的 是吧 今天到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是40万左右 会比平时多 大概一倍左右吧 除了餐厅之外 健身房 电影院等多种室内场所 也都必须停止营业 想要逛商场 你也必须有所准备 请出示健康网 出示48小时额酸 进行买上 你好 你能出示范 我能扫健康网 北京高度警惕 因为有上海风控 长达一个月的惨况在前 4月22日到5月1日 北京也通报了350例确诊 官方用语 是北京疫情 现在处于高位平台期 全市疫情 呈现多点散发 和聚集性疫情 交织状态 5月1日起 正式启用 小汤山 方舱医院 北京市府表示 小汤山 方舱医院 可以提供1200张床位 接下来 也会是情况 从19家市署的医院 调派人力 前往支援 TVH全文 肖允强 庄志伟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